上面 所以你如果回去要复习的话 其实有大概管道还蛮多 第一个就是我们每次上课的影片 这边有连结 那你当然底下这边有一个影片连结 你也可以把它点击 这边有个清单 可以播放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你把它点击开来 你可以看到 然后所以上个礼拜的这个重点 大概应该可以知道 第一个我们就要爬那个什么 政府的开放平台里面提供的 那个两个月的资料 的一个CSV的档案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涂法链钢 我不要每次点的 然后下载再开启 然后再做涂法链钢很多事情 我希望只要一个按键按下去 事情就解决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所以上个礼拜第一个按钮 就是做什么 做那个汇率下载 应该有印象吗 OK 就是把这个资料 不要是从网路上点击下载打开 而是直接按下按钮 它自动帮我把资料 给下载下来 所以我们就增加一个叫汇率下载 那这个程式的话呢 有个范本 我们在网路上有 你就增加一个网址 加一个编码方式 它就资料下来 那另外的话又写一个 延伸的一个程式 一个VBS 要修正日期 有没有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用 call修正日期 它就把日期变更了 所以按一下好了 不过各位可以观察 今天同学蛮细心的 一来上课 马上就发现一个问题 上个礼拜的话是36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写了个回圈 修正日期是写 4i等于2到36 但是呢 因为这个汇率资料它会更新 所以如果你再按一下资料更新的话 因为今天已经是12月1号了 所以它会提供的就是又是新的资料 那它的这个位置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用固定的位置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就是程式会发现bug OK 所以以后你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也要记得 你写完之后 你还是要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可能发现有bug的情形 那这个bug的发生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给的这个数字不能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不能是36 那你说老师不能固定36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变数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让它去追踪得到那个数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该怎么改 第一个 我把它run一下好了 run的方式我刚刚不要直接执行好了 因为直接执行太快了 我按F8好了 F8可以按执行嘛 组航执行 然后第一行的话就是清掉旧资料 sales.clear OK 然后再去网路上抓资料 那950就是big5 然后把资料抓下来 OK 那你会发现资料有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明显的 有一个地方非常不一样 哪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本来是36 上个礼拜到36 可是今天的话呢 它已经帮我们加到那个11月30 也就是昨天的汇率资料了 所以如果你假如在修正日期的话 它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如果跑的话 是跑到36而已 它就停下来了 所以我们资金给各位看 因为这边应该比较 比较 就是它其实中间加两个斜线 OK 然后把资料再倒回去 所以你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 不过这个是因为蓝宽的关系 所以我把A蓝自动调蓝宽一下 好 那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的那个修正日期 只有修正到36列 它并没有修正到底下的部分 哇 那怎么办 那如果没有修正到底下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把它跑完好了 那当然呢 你目前是看不出来 有没有 有些同学可能就没有卷动 你没有检查的话 其实说真的 不仔细看 还真的看不出来 那怎么样 会有得到什么结果呢 其实有个很大明显的结果 就全部折线图 你把它按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得到的结果 它其实有出现 可是问题来了 它的资料到21 也是到上个礼拜而已 所以这里的话 你必须要修正的地方 大概会有两个 一个是下载汇率的修正日期 这个地方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向下追踪 另外还有个地方 哪个地方 就是那个 美元折线图 跟人民币折线图 还有欧元折线图 你如果把它抓这个范围的话 我们把那个 美元折线图把它跑一下 这个美元折线图 执行的话一样 游标放在这个SOP中间 按执行 它会跑出来 那但是呢 因为上个礼拜 一样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的资料呢 还是一样到36 那如果我假如到36 你得到的结果就变成说 只会到上个礼拜 11月21号的资料 有没有 11月21 那后面的资料呢 怎么办 没有 OK 所以啦 今天的话 因为真的上个礼拜 好像我发现蛮多同学 马上就有反应 对 马上就知道 这个地方预期 就会有bug的地方 所以以后 我是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敏锐度同学 蛮好的 你将来在写程式的时候 就会写得非常好 比较不会有bug 因为其实如果假设你可以把那个程式想得非常周到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理论上你在写程式应该是还蛮愉快的经验的 而且我觉得就我以前的感觉 我觉得写程式之后给就是给人家用 还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有那种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吧 OK 所以如果要修正这两个地方的错误该怎么修正 第一个我们一样找到那个visual bag上上礼拜的那个程式 那我是把它分两个module 当然这样你可以把它合在一起也没关系啦 那我在这个地方修正日期的地方 第一个 请你把36改成什么 改成向下追踪得到的那个列的那个写法 那个写法非常的重要 OK 那那个原理原则大概是这样啦 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知道到底我现在那个 A栏最下面列在哪一个位置的话 那一般习惯会把游标放A1 然后按下Ctrl这样向下 Ctrl向下的话呢 他会把游标直接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一列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停在这个A43的位置 那我只要把43的这个值取回来的话 那我就知道现在他总共有43列 那只是说呢 这个动作如何把它写成程式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 我是蛮建议各位可以把它记下来的 好像之前也有写过类似的吧 第一个的话游标放在RangeA 就是A1的话 那就用RangeA1 OK RangeA1的话呢 指的就是游标把它放在A1的储存格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点下去之后 又Ctrl向下 Ctrl向下的动作 其实在VBA里面就是写一个叫END AND AND的话呢 顾名师傅 AND就是边界嘛 所以你就选择一个AND 然后哪个方向呢 我们刚刚不是向下 所以你前刮斧一下 他会跳出一个上下左右的一个选项 让你去选 那你要往上还是往下 还是往左还是往右 那我刚刚是Ctrl向下 所以Ctrl向下的话呢 在VBA里面哦 你就把它写成AND瓜符 XL 不是E哦 XL XL DOWN 那意思是说向下追踪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写这样哦 后瓜符给他一下 这样子写完之后啦 其实他得到的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他得到的是这个东西 里面的值啦 他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他会得到是20231130 他会带过来 可是你说我不是要里面的值啊 我要的是他旁边的这个列号哦 那这个列号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 那怎么取得很简单 你就在旁边再点一下 我要取得这一个储存格的列 的列的话就是的 的就是有点 点Raw 列的话就是Raw 你帮我把他的列号呢 回传回来给我 那得到的就是什么 43了 OK所以哦 最后这个动作就完成了 你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哦 他是把那个什么 两个动作写在一起啦 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把它分开 当然可以啦 就是把它分开要写两行 我觉得倒不如把它写在同一行来的精简 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精简的写法 而且还蛮常会用到的哦 我是蛮建议各位这个尽量把它熟悉 最好是可以把它打熟了 就是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当然如果假设哦 你们点下去的时候哦 假设没有出现那个下拉清单的时候 没有那你要特别小心哦 如果你假设像这样哦 因为之前有同学哦 他直接一直打 然后他打错的地方在哪里 给各位看一下 他这个时候点下去哦 奇怪怎么还会出现 因为他好像把那个什么 A1打成AL 不是L是A1哦 OK哦 然后向下追踪的话就点了嘛 点END啦 所以你们尽量怎么样 用选的比较安全 比较不会错 然后前刮弧这个地方哦 你用上下左右选 选到这一个嘛 然后刮弧点Row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什么 追踪到他的位置了 所以如果把它再修正一次哦 那你会 我先把它按F8好了 修正这个再跑一次 那你可以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这个把它放在上面的话 他也会告诉你说哦 你向下追踪到的列哦 是等于43哦 有没有 所以他会帮你跑 二到43列的修正 所以我再把它修正 不过我看一下 如果现在再修正会不会出错哦 应该是会出错哦 因为他原来有斜线了 你再把它加斜线 他变这样 他变两个斜线 那不对哦 所以怎么办 重跑一下 我让他干脆什么 让他重新再Row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我让他直接Row这一个好了 OK 按F8 先把旧资料清空 我重新再载一次好了哦 那再载一次的话 这个资料应该还是 有没有 没修正的哦 所以我再来就是跳到这边 然后让他重新跑一下 OK 跑到43嘛 这个地方43 那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哦 底下的资料 有没有 刚刚因为栏宽的关系 所以我AutoFix一下 有没有发现 底下的资料呢 那就确定有修正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向下追踪这件事情哦 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因为如果假设 你的这个地方写固定的话 那他将来之要更新哦 可能你就会 一定会出现错误啦 OK 所以请各位 可能要把这个把它记下来 其他 可能不用记那么熟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它记很熟 而且这我发现 我常常在打这个 向下追踪的部分哦 OK 好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不过向下追踪有一些限制哦 就是记得哦 你日期里面 千万不要有中断的 不要说下载 其中有一个地方空的 因为如果空的话 就不是一个范围 不是连 range就是连续范围 所以你如果游标 放A1向下追踪的话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时候就停在12 为什么 因为哦 他只会追踪到连续范围 最下面的那个位置 那因为这边已经空格了 表示他不是连续范围 所以将来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连续范围 这很重要哦 OK A1坎弱向下 试试看 那这个OK之后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如法炮制一下 哪个地方 就是这个美元折现图的地方 还有那个人民币 欧元 那上个星期这边也是用的是 36 所以理论上哦 我们应该一样可以把这个地方 改成追踪 不然的话呢 每次画出来的图哦 就只会取到36列 那一定不对的 OK 那怎么做哦 请各位先试试看哦 把那个 上个礼拜那个修正日期的部分哦 稍微改一下 改成这样子哦 看不肯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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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